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生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觉得进化论真的可以解释人类起源吗?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进化论真的可以解释人类起源的秘密吗? 这个理论还有哪些谜到现在一直都还解不开的? 进化论到底在说什么?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进化论 进化论是目前被最广泛接受 而且科学证据最多的一个物种进化的学说 他的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在19世纪的时候 他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书 里面描述了各种生物进化的概念方式 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根据自然选择 突变还有遗传等等等等的综合因素所产生的 在这个过程中 生物为了适应环境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换句话说 目前所有地球上的生物 都会为了适应生活环境去升级身体上的各种配备 透过这样不断的升级 想办法增加活下去的几率 让自己有机会可以生很多很多的小孩 确保自己的后代可以一直延续到千秋万事 包括我们现代人 也是用这种策略慢慢进化而来的哦 那么进化论里是怎么描述人类的升级过程呢 根据进化论的观点 人类是从一种生活大概在公元前700万年左右的古猿进化而来的 他的样子跟现代的黑猩猩长得差不多 大概就是长这样 然后突然有一天 有些古猿不知道为什么决定开始站起来走路 成为了我们的祖先 那到底为什么突然站起来 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只有几种假说 如果大家有兴趣之后我再做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在猜搞不好那时候 古猿们的社会行为就像现代人差不多 偶尔总会出现小部分的人 不满足现状 或是感受到什么神秘力量之一 他们改变之类的 这个突发的灵感 造成小部分的古猿决定改变现状站起来走路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想改变的通常是少数 更多的都是大部分不想改变的多数 那些不愿意改变 不想站起来多数的古猿 后来就成为现代的猿猴 当然他们可能只是腰骨不好 或是懒得站起来而已 我们也不要怪他们 毕竟人各有志 我相信猴子也是 总之在那一年 我们就跟一般的猿猴正式分道扬镳了 可是 虽然我们跟他们分开了 在物中起源这个理论出版后的几十年间 科学家们还是持续的研究 也不断的更新进化论 后来有发现 其实我们跟现代的黑猩猩DNA 将近有99%是一样的 目前也只有我们跟猿猴一样 都有一对很适合用来操作工具的灵活大母哥 还有一样很复杂的社会行为 像我们有社交的阶层关系 族群间的文化跟食物的差异 还有他们的妈妈也都很照顾小猴子 有的时候甚至会保护小猴子一直到8岁 看到这些研究结果 相信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我们跟猴子的差距 大概就真的这么1%而已 这也难怪有些老板都觉得 员工吃香蕉就会饱了 或是有些酒品不好的人 只要酒喝下去 就会马上退化成猴子 聊到这边 相信大家对进化论都有初步的了解了 但你们知道吗 虽然进化论一直都在更新 到现在进化论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解释 地球最初的生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超级难题从以前到现在 都让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之间的争论没有停过 虽然多数的科学家都同意 进化论是目前唯一人类起源的最佳解释 但这其中其实还是有一些bug 让生命起源是个谜 也因为这样造成有些人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进化论 那么进化论到底有哪些bug呢? 第一个bug 大家应该都知道化石记录是目前研究生物进化重要的证据之一 它可以说是地球上生命存在过的痕迹 古生物学家跟考古学家常常通过化石记录去理解各种生物 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 甚至演化成全新的物种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古生物学跟考古学已经发展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了 一直到近几年 还是不断有科学家提出对化石记录的质疑 像是过去的生物大多都已经灭绝了 而且化石只能观察到有坚硬骨头的生物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所有生物完整的演化过程 化石也常常因为自然力量或是人类的活动遭到破坏 让记录变成不完整 另外 现在我们研究化石的方式 通常需要针对特定性的目标去观测然后推算 这种方法常常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化石去推测进化的准确时间点 这就让有部分的科学家认为 这些不完整的化石记录可能会影响到进化论的完整可靠性 不过有趣的是提出这些问题的科学家 他们认为目前只是还没找到更完整的化石记录 或是只是用错方法观测而已 不代表进化论是有问题的哦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bug了解到 就算目前化石的证据显示我们人类用了几百万年左右的时间 从古元进化到现代人 但因为科学家用了一些通灵计较才能推测出来 搞不好未来有一天他们找到新的证据 这个东西就马上被推翻了 第二个bug 在进化论中科学家们都着重在物种 怎么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改变 但是对于生命起源仍然缺乏非常明确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如果无法解释生命起源 进化论就无法成立 但在现代科学中确实是有出现几种假说 像是化学演化论啊 RNA世界假说啊 原初生命体啊 深海热泉理论啊 或是来自外太空的生命之类的 这些假说都提出了相对应的论点跟证据 证明生命可以从非生命物质 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转变着生命 例如化学演化论认为 最初的生命是从地球上的无机物质演化而来的 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产生了生命最初的有机分子 RNA世界假说则认为 RNA可能是最初的生命分子 因为它可以在单一分子里面储存遗传讯息 而且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 虽然科学家们几十年来提出了这么多的假说 想解释生命起源 但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理论可以解释它 不过我相信解开生命起源之谜 对人类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 毕竟这个bug如果未来解开的话 所有的神话传说通通都不神了 而且如果生命真的可以从无生命进化 你们不觉得祖先真的超厉害的吗 在500多年前早就知道了 你们看西游记不就是在讲一个猴子从石头蹦出来的故事吗 那这样以后对爸妈来说也很方便耶 不用再担心小孩问你们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只要他们一问你就跟他们说 真心不骗你们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第三个bug 基因图变真的可以解释地球物种的多样化吗 在进化论中 基因图变被认为是推动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有些科学家认为 基因图变并不能完全解释进化的所有过程 特别像是一些复杂器官跟社会行为的演化 他们不否认基因图变在进化过程的重要性 只是他们认为一定有其他的因素 因为基因图变通常只会影响单个基因或是一小组基因 但其实生物身上的复杂特征 都需要多个基因的相互作用整合之后 才有办法产生进化 例如眼睛的进化就是一个无法单纯只靠基因图变就出现的例子 科学家推测在眼睛的进化过程中 基因图变确实有发挥到一定的作用 它可能会让眼睛对于光的感受更加敏感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外观的形状发生改变等等 但他们不认为这就是眼睛进化唯一的驱动力 眼睛进化还需要有其他复杂的条件存在 像是在眼睛刚开始发展的阶段 可能受到生物体内的化学讯号影响 例如神经元或是荷尔蒙等等的 还要加上外部环境的刺激 才有机会推进眼睛的进化 虽然基因图变是个推手 但它实际上对于生物进化的重要性 一直存在的争议 因为基因图变是有机会造成生物生病 或是去世之类的 就像我们现代人类的癌症 也是属于基因图变 那这样不就跟进化论的逻辑冲突了吗 因为达尔文认为 物种进化都是为了活下去 如果图变有机会去世 多半的物种还是会选择留在舒适圈吧 第四个bug 立他行为跟无私行为 进化认认为 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会自动挑选 把弱的移除留下墙的 也就是所谓的 适者生存败者淘汰 那我们就用这个逻辑来看好了 只要对于生存没有好处的行为 基因外观或是任何器官 都会经由这个过程而消失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动物 包含我们人类 都会出现牺牲生命的立他行为跟无私行为 这样的行为就完全会跟进化论冲突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进化论的逻辑活着 当看到别人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本能的避开 反正如果他去世代表他很弱 本来就该被淘汰 我才不要为他牺牲 但是我相信还是多数的人 会伸出援手帮助那个人 所以科学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后来提出了一个叫做 直系亲属互惠理论 来解释牺牲生命的这个行为 但其实那个情境还是很局限 他只会出现在 如果你跟你想救的人 有直系亲属关系 你会为了让你的基因可以流传下去 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 相信聪明的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这其实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了陌生人去世 像是有些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啊 总是会出现很勇敢的人 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 或者是帮助其他的陌生人 即便他们知道可能会很危险 但还是会从容的面对 我真心觉得人类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 因为人类真的超脆弱的 先不要讲很极端的例子 光是晒太阳会晒伤 睡太久会腰痛背痛 这两件事我就完全无法理解 你有看过你们家的猫猫狗狗 睡了一整天之后腰痠背痛的样子吗 他们一天可以睡十几个小时耶 所以我常常都在想地球真的是人类的家吗 真的是我们适合居住的环境吗 也常常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存在 希望在未来这些疑惑都可以一一的被解开 好 讲了这么多遗传啊 基因啊之类的东西 我想分享一个在我生活中 关于基因的小故事 有一天 我跟阿吉准备睡觉 阿吉突然说 哎你过去一点 我不想折的手睡觉 不然手上的折痕会越来越多 我就回阿吉 是吗 会不会是你太瘦了 阿吉就说 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瘦子 他们的手上都没有跟我一样的折痕 然后我就突然很认真的看着阿吉告诉他 我知道了 这是显性基因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跟黑猩猩的基因有99%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人类里我们都找不到跟你有一样很多折痕的手 我们还可以去看看黑猩猩的哦 然后阿吉就直接用晚安结束了这回合 我想我的回答一定是让阿吉找到他心中的答案了 不然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安详的睡去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订阅分享点赞支持我们继续创作 如果有什么想补抽或是哪里说错了 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下次见 掰扑